飞机氧气面罩全都掉落 突然间就是灯一黑 那个空姐和手机车就飞到半空中 然后又跌落下来 平安落地的乘客余悸游存 当时我们正在那个就餐嘛 突然就是听到空的一声 然后飞机就继续了下降 下降的时间的话 大概继续了4到5秒吧 四川航空公司编号3Q8633航班 从重庆飞往拉萨 半途中竟然发生机舱挡风玻璃碎裂脱落 当时飞机正在9800米的高空巡航阶段 面对前风挡玻璃脱落 飞机施压的突发紧急情况 以及随之而导致的加热舱 低温低压高噪音大气流 突然压力变化伤害耳膜 机舱内面临约零下40度低温 机组员还穿短袖制服 每秒200公尺的急速超强气流灌入 眼睛都睁不开 更何况机舱内仪器物品全都乱飞 超大的噪音下 记者安全带的副驾驶身体也已经飞出去一半 高难度的空中急难 机长果断应对临危不乱 正确处置安全驾驶飞机约40分钟之后 周一上午7点42分 迫降在四川成都双流机场 比如像拉萨啊 还像我国有很多这个西北西南地区的这种高原 高高原机场 也就是说呢 通俗的讲呢 它是一种大马拉小车的飞机 飞机的动力性能是 还有操控性能是非常优异的 机长流传舰 同一条航线已经有超过上百次的飞行经验 以手动以及目测操控飞机 还好当天晴空万里 能见度非常好 天时人和下相对平安的 结束这场高难度的空中惊魂 大学新闻许书妹编译